高银金融00530主席潘苏通私人持有的何文田奥文,于今年8月27日租地证总署取消预售楼花同意书,下称售楼子。 运输及房屋局指出,澳闻发展费用超资,但发展商一直未有提交证据去证明财力足以应付超资,地证总署谁取消其售楼子,直至该项目员工并获发满意子才可再次出售单位。 运输及房屋局发言人表示,政府透过地证总署的预售楼花同意方案,下称同意方案,规管楼花的销售及保障买家,在同意方案下,发展商需符合财力证明等约干规定,地证总署才会发出售楼子,地证总署于2019年3月29日发出澳闻的售楼子。 其预计关键日期为2021年7月6日,根据售楼子的条款,如发展项目的发展费用以超资一成或以上,发展商必须在认可人士把超资一事通知发展商代表律师当日起计的6个星期内, 提交令地证总署处长信纳的证据,证明财力足以应付,才可继续推售单位。 地证总署今年4月中收到澳闻的认可人士通知费用超资后, 以要求发展商提交证据,证明财力足以应付超资的费用,为发展商未有在指定限期内提交证据。 处方岁于5月26日暂时中止该盘未受单位的售楼子许可,即发展商暂不能继续推售尚未出售的单位。 地证总署期后多次要求发展商发出提交证明,但对方没有给予实质回复。 该处遂于8月27日取消澳闻未受单位的售楼子。 发展商不得推售尚未出售的单位,包括已经售出但期后取消买卖合约的单位。 直至员工并获发满意指为止,就已经售出的单位。 根据同意方案,发展商未能如期交楼,买家有权撤销买卖协议。 发展商必须向买家退还款项,并支付按最优惠利率P,加两厘的利息。 发展商要向继续等待发展项目完成的买家,就交易延迟完成期间,向买家支付所有款项的利息。 澳门发展商代表律师于7月12日通知地证总署。 发展商已于7月8日通知买家有关赔偿事宜。 运房局补充,自1997年以来,地证总署曾因不同原因取消另外8个住宅项目的售楼子。 根据一手住宅物业销售资讯网资料,澳门的卖方于昨日才通知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,下称销监局。 澳门所有单位已于今年5月26日在暂停出售。 烧监局发言人指出,假如买方认为买方未有履行有关合约条文,可考虑向买方提出文事诉讼。 本部记者昨天中午时分曾经到澳门外围视察,现场仍有摆放装修物料,但未见有任何工程车辆或工作人员出入,亦无任何工程进行的迹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